大家好,我们今天种蓝莓 前些日子我在本地的苗圃买了四颗蓝莓 有两颗我已经提前种到大地里了 现在还剩两颗,我打算盆栽 这颗就是我要种的蓝莓,已经长得很大了 为了盆栽这种比较大的蓝莓 我昨天特意去Costco买了两个大花盆 就是这样,每年春天的时候在Costco都有卖的这种大花盆 大家都知道蓝莓是比较喜欢酸性土壤的 它在植物里边算是对土壤酸性要求最高的植物之一了 所以我们种蓝莓的一个关键就是准备土壤 一般蓝莓比较喜欢的PA值的范围大概是在4到5.5之间 有一些特殊品种可能是需要4.5或者是有更严格的限制 所以我们准备土的时候 我打算尽量把土的PA值调到4.5到5之间 这样对蓝莓的生长应该是最有利的 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准备蓝莓的盆栽土壤 种蓝莓需要的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需要的是两份泥碳苔,Pete Mouse 一份的松树皮土 一份的树叶堆肥 一份的牛粪土 还有一份珍珠盐,Prolite 我们使用这些戒指来做蓝莓盆栽土 主要是由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个是泥碳苔,Pete Mouse 还有松树皮土 它们都是呈现酸性的 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酸化土壤 因为我们选的是两份泥碳苔,一份松树皮土 所以它们占了整个土壤的50% 接下来是一份树叶堆肥和一份牛粪土 我们选择堆肥和牛粪土的主要目的是 因为这两种都是有机质 它们能起到改良土壤和释放营养的作用 接下来是珍珠盐 珍珠盐能让整个盆栽土变得非常的轻质 输松,还能起到很好的排水作用 另外还有两种需要添加到盆栽土里的 一种是有机的酸化剂 另外一种是有机的酸性肥 这种有机的酸化剂能够降低土壤的PH值 等一下我们配好盆栽土之后 我会先去测一下PH值 然后根据PH值的结果来看 到底添加多少这种酸化剂 这种酸性的有机肥 我会按照每颗蓝莓2cup到4cup这样的比例 来把它添加到盆栽土里边 作为底肥来使用 由于购买的泥炭台都是干的粉末状的物质 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需要提前浸泡 我事先已经泡好了一桶泥炭台 我是用一袋三立方英尺的泥炭台 配两桶半12.5加仑的水 这个是泡制好的泥炭台 非常的松软 湿度也比较合适 我感觉这个加水比例是比较合适的 我还整理了这样一个蓝莓盆栽土的配比列表 方便大家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土按照刚才的配比均匀的混合好 这个就是混合好的蓝莓盆栽土了 一般Costco买的这种花盆 它都是预留了排水孔 但是并没有提前把它打掉 所以我们拿回来用它种花或者种菜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排水孔打掉 好了我们两个大盆都已经装满了 因为这些土一共是六桶 每桶是五加仑 所以一共是三十加仑 这样的话分到两个盆里边 我们一个盆大概就是十五加仑 所以这个盆应该是十五加仑的盆 接着我们测一下这个混合过的土壤的大概的ph值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配好的土的ph值 结果是在5.5到6之间 这个结构和我单独测泥碳台的结果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添加这种有机的土壤酸化剂的 我往每个盆里边加大概一又四分之一 cup 我往每个盆里边加大概一又四分之一 cup 我把它加到一个盆里 然后混合一下 然后我们每个盆里边再加三 cup 这样的酸性有机肥 行基本上这一满杯就是三 cup 我把它倒进盆里边混合一下 您说很脏是吧 是的 来最后咱们把蓝莓种下去 入下去 入下去 哇 那只要车就要进去了 对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蓝莓从盆里拿出来之后 让它这个根稍微输送一下 稍微拍打一下 好 然后就可以放进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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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种好了一颗蓝莓 然后再把标签查查做完了 一起 好 可以 可以了 现在咱们种第二盆蓝莓 对 这边 最后我们盖上一些这种松树皮做的帽子来护根 好了咱们盖好了 然后插上标签 喂 我们两颗蓝莓组好了是吧 嗯 好了 嗯 我们的两颗蓝莓 我喜欢我们的两颗蓝莓 一颗蓝莓 最后我们还是浇上定制水 我们第一次浇定制水的时候尽量多浇一些 让这个水能够从下边的排水孔排出来 好 现在已经能看到有水排出来了 我们后面呢 我们后面呢 要每隔两个月 试一下酸化剂 大概是两到三杯 好了这样我们两颗蓝莓就种好了 种好了蓝莓之后我们后续的水肥管理一定要跟上 蓝莓不能让它焊到 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每周大概浇两到三次的水 另外我们每颗蓝莓每个月都要加两cup的有机肥 来保证充分的肥力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自然的中和作用 所以这个盆栽土是慢慢的会成中性的 所以我们每隔两个月还要给每颗蓝莓加两到三cup的土壤酸化剂 来保证蓝莓生长的最佳PH值 蓝莓除了对土壤的PH值要求比较严格之外 还有一点我们在后续的水肥管理中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那就是不能给它湿含有钙的肥 因为钙会在蓝莓体内沉积 影响根系的吸收 进而会影响蓝莓的生长 我前面种菜用的那些鸡粪呀 还有其他的有机富额肥 都是含有大量的钙的 所以我们种蓝莓的话要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肥 而要选择种酸性植物的专用的肥 一般给酸性植物的有机肥只含有蛋林甲美硫 而没有钙 我们需要给蓝莓适用这种没有钙的有机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感觉我们今年应该是能吃上自己种的蓝莓了 因为现在这两颗蓝莓都开了很多的花 还结了很多的果子 如果你也喜欢蓝莓的话 就抓紧时间赶紧种起来吧 有气氛 对蓝莓 JEFF 我可以 баг re呢 财子